3月10日任仙齐范小轩等为新电影明天记得爱上我举行义卖活动 不少粉丝到场支持 活动特意安排了互动环节 邀请粉丝上台合影 任仙齐魅力四射所有粉丝都抢着要和他合影 让通常的范小轩颇为尴尬 第三位来来 来 来 轩轩抽到你这些 不管 反正现在大家不管那个 他的小旗带真的很吃香耶 大家在包围里 好 来一起搭合照哦 看前面 好男人任仙齐在剧中饰演一个浑厚出柜的男人 为戏增肥六七公斤形象大变 范小轩也颠覆形象饰演一位早康之妻 两位主演为了电影牺牲如此之大 自然将满腔运气撒在导演身上 贵灵精范小轩策划了一个整骨计划 让导演陈俊玲吓得脸色发白跪在地上 其实大家看到我们海报 我几乎都快不认得我自己了 然后包括轩轩还有 我看了石头之后 我对我的造型我也觉得蛮逼的 因为导演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一定要破坏我们的样子 你不会懂的啦 记得喔 他不要就算了 没你就对了 拜托 对 对不起 娘炮 通常结婚的人都多久一次啊 阿凤 刚刚大成赫过来问你喔 我真的也喜欢你 我不会让你传胖的 我不会传胖的 我已经结婚了 我们就效法目前的诈骗集团 迂回的开始铺路 然后我们还买通了我们的受音师 然后我们的受音师很认真地拿背了他用的机器 走在导演面前摔倒 导演开始就有点慌了 结果那受音师来跟导演说 完了 最后详细的受音 说不到 他就开始 发抖了 然后脸色苍反 对 导演吓得跪在地上